歡迎收看這不是新聞 這是你我的荷包 大家好 我是明君 美國公布的8月份CPI 真的是一顆不定時的炸彈 公布數據之後 跌破所有市場的眼鏡 最新數據來到了8.3% 這不只是已經引發了 美國聯準會可能會暴力升息的擔憂 大家更擔心的是 難道美國的經濟 有沒有就此陷入衰退的疑慮呢 如果美國的經濟不好的話 那全球經濟到底該怎麼辦 那股市還有投資的機會嗎 馬上歡迎第二階段加入 討論的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的是 萬寶投股總監蔡明章 蔡總好 大家好 再次知識分析師許玉玲 玉玲好 明君好 各位投資朋友們大家好 好 先看一下 通膨降不下去到底該怎麼辦呢 剛才下段節目當中我們講到了喔 美國啊這個包含的 CPI跟核心CPI呢 都是呈現的居高不下的窘境 原因就是因為呢 房租很貴 交通很貴呢 讓拜登政府一個頭兩個大 現在聯準會也在想辦法找對策 因為這個月要公布最新的升息幅度了喔 本來市場認為啦 就是升息三碼 應該是最後一次激進升息 是大家的共識 但現在有聲四碼的聲音跑出來了 CPI引發財的暴力升息恐慌 道成血崩超過一千兩百點 美國的八月份通膨意外的頑強 讓今天的雅股 雅幣都導成一變 美音說聯準會可能會過度升息 那麼過度升息的話 有機會引發經濟衰退 好 我想請問一下明翰哥 這個講台北股市今天大型股幾乎是 早上的時候收到台股比較大的下跌壓力 都是開低開出的 但是盤中不只是台股拉出了白點的下影線 好像看到了大型股有國安基金護盤的味道嗎 我們看到包含立基電 今天尾盤的時候跌幅收斂 收跌1.25% 聯電的部分一樣是尾盤收跌的 這個跌幅縮小來到的下跌1.47% 華航 華新部分都是開低之後向上走高 華新還收在紅盤之上 陽明部分貨櫃股 官股也進來戶了 開低之後尾盤收復了70元的大關 台達電部分一樣是開低走高 儘管說大型股開低走高 有沒有官股在戶 國安基金在戶 今天官股是有買超的 買超台股有30億元 官股買超的標的可以來跟嗎 等一下問一下明翰哥 我們先來看一下 美國現在的最新狀況 CPI公布了報表 那大家擔心 聯準會這樣升下去的話 因風不散 經濟衰退有沒有可能就在現在進行事呢 OK 這一塊來講 我個人覺得在這個衰退 經濟衰退的機率 在美國的部分其實機率是非常的高 但是不是現在 這大概是結論 但是如果說我們從課本學的 到底美國經濟有沒有衰退 其實上半年就已經衰退 這是今年第一季 這是今年第二季 然後它的GDP衰退1.6%跟0.6% 其實就課本學的就是說 理論上兩季衰退 其實就已經經濟衰退了 另外兩個比較重要 一個就是就業 一個就是所謂的消費 這兩個可以看到 目前美國的一個格局 那它的論點就是 消費跟這個所謂的就業的部分 都還是表現很正向 我們直接看到這個藍色的線 就是所謂的零售銷售的年增率 可以看到前一段時間有拉回 那這個所謂的 這個是所謂的疫情過後的 報復性消費 而且他們當時有很多的 發放現金所導致 但是現在落到這個位置 其實跟疫情之前其實差不多的 所以你說它經濟衰退不太合理 什麼叫經濟衰退 類似這樣子才叫做經濟衰退 一樣的問題 你看這個所謂的就業數字 直接看到紅色的這個失業率 其實現在是低於4 其實也是疫情前水準 代表就業市場其實還算蠻健康的 什麼叫做經濟衰退 長這個樣子才叫做經濟衰退 所以其實就這兩個數字來講 我就認同美國官方講的 其實經濟就目前的角度 其實沒有經濟衰退的一個問題 因為看這個美國人的消費力 跟失業率的表現跟就業狀況 並沒有看到經濟大幅度衰退的證據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現在確實在這個衰退的路上 所以如果這樣講就是說 我覺得機率很高 但不是現在 我覺得就我推論 我覺得很有可能會發生 在明年初的機會會非常的高 好 為什麼發生在明年初的機會很高 第一個是明漢哥剛才講了 美國這邊公佈了幾個證據 他說包含了這個消費力道 跟就業市場 沒有看到明顯衰退的跡象 可是明漢哥觀察到 先行指標已經告訴大家了 的確有一點點 經濟衰退 我們再往這個路上走的狀況 但為什麼美國政府 還是要提出一些 比較強而有力的證明 告訴大家說 經濟衰退沒有大家想到這麼可怕 原因就是為了年底的選舉嗎 對 我這樣講 我覺得剛剛提到 我覺得明年出的機率高 第一個是從 剛剛那個數字 要從先行指標到正式指標 還要幾個月的時間 對 需要幾個月的時間 另外一塊畢竟有選舉的壓力 而且這是台灣包含美國 你看是台灣的 對 我們先看到美國 其實他每一次在這個 等於是總統大選的隔年 叫做期中選舉年 對 他的四季的狀況 通常前三季都不怎麼樣 可是第四季就突然會暴漲 這個就是很奇特的現象 而且這個是 接近三十年的統計數字 每一次都會有降格 回到台灣也是一樣 我們是用這個 四年一次的縣市長選舉 就今年11月要選的 我是用前五次的架構 也是接近20年 你可以看到 很明顯在選前的20天 等於是一個月前 股價就明顯的 這個上漲機率達到8成 而且平均漲幅也接近2% 大概就第四季 對 後面表現也不錯 簡單來講 我剛剛提到 這個推論而言 剛剛提到11月要選 它提早一個月就會轉強 所以如果就現在的角度 我覺得也許到10月之後 整個這個市場的氛圍 就有機會轉為樂觀 而且剛剛也提到 這個真正的指標 又來不及出現 那個時間點 很有可能就有波段行情 但是我們還是要提醒大家 真的選完之後 我就覺得是真正的 長線的風險的出現 選完之後才是挑戰 才是考驗 那現在的行情在年底之前 可能會怎麼走呢 這樣講 我們先跟大家講的架構 就是說 畢竟昨天CPI的部分 不如市場預期的重挫 現在第一 市場第一個擔心就是 今年這個低點 這個所謂的萬四 有沒有可能再跌破 那我個人要告訴大家的一個觀點就是 上半年大跌主要是因為通膨 FED的緊縮跟二物占火 但是真正通膨就佔了超過八成以上 對 這兩個利空都是為了通膨而去做出來的副作用 所以重點一定在通膨 可是要告訴大家 上半年的這個下跌是因為當時從升一碼 升兩碼 升三碼 而且看著這個物價是不斷 CPI是不斷往上升 所以才會跌破萬四 對 但是來到這裡是 美國的9.1的通膨之後開始回落 大家樂觀了 來到這裡又被的修理 可是我只要告訴大家 昨天跌的是什麼 昨天跌的是CPI降伏不如預期 但是它還是有在降 對 這裡是不知道要升到什麼時候 所以你說 這個是不知道升到什麼時候造就的低點 你現在是升伏不如預期要去跌破這裡 我覺得不合理 除非我們有一個黑天盒是我們見不到的 我覺得才有可能性 所以我覺得很有可能 最有可能就是目前來講 在這種弱勢的情況下 你要它轉強也不可能 所以很有可能就是震盪整理 那後續來講 第一個能夠觀察的部分 就等於剛剛提到下禮拜 看看有沒有可能升息的情況下 反而出現利空出境而轉強 但是我還是覺得 慢慢即使沒有辦法的情況下 下個月進入十月為了選舉 那無論是台股或美股來講 都有轉強的機會 為了選舉 台股跟美股很有可能在選前 會有轉強的機會 那如果說要Hold住這個選前的行情 關股行庫的角色就很重要了 那我們剛才有跟大家提醒到 今天關股行庫 在台股大跌的時候 它是轉買超的 前面兩天台股漲它調節 但今天又買回來了 所以說在這個Hold住選前行情的過程當中 關股行庫買超的標的 可不可以做留意 可以 絕對可以 尤其我們剛剛提到 這個指數在震盪的一個時候 其實反而是關股券商比較有優勢的時候 因為法人通常都喜歡等到轉強才買 但是關股券商來講 喜歡震盪的時候布局 對 它喜歡震盪的時候布局 而且比較重要的關鍵點 今年的我們看到這個紫色 就是關股券商的走勢 它如果往下就是賣超 往上就是買超 這今年來講也是很少見的 我以前看到關股券商都是很乖的 它跌了就買 漲了就賣 可是今年指數在跌 它跟著持續調節 一直到人民受不了一直在炒 所以它才等到7月12號才說 那我們這個政府基金就正式進場 對 那剛開始來講 也還沒有乖乖 一直到這一段時間 等下8月 因為FED 這邊 對 FED開始這個 比預期要鷹派 那指數開始重挫之後才開始大買 所以你覺得它最近真的有在買 我重點是說它前面拿了這麼多錢 後面它開始買的 總是力道要開始加強 所以我覺得說後續來講 我覺得關股券商這邊可以要留意 只是我們要提醒大家 關股券商的個股來講 就相對來講在操作上 不能像投信這種個股這麼積極 我建議大家應該要跟著這種 所謂的關股券商的腳步 然後你等到壓回的時候再買 等於說翻紅的時候不要追 等到壓回的時候再買 會相對比較安全 那幾個標的 麵漢哥幫我們來做一下關心 個股的一個部分來講 我抓剛剛提到 這一個月才有比較大幅買超 所以我們抓近一個月 這個所謂的關股券商 有比較明顯買的 包括華航 利基電 永豐金 紅海 維新跟這個遠東興 如果要我挑來講 我比較喜歡這個永豐金 因為畢竟我們之前也有提到 在這個升息的過程當中 那當然我們就講到 在短線的這個股會是震盪 會讓市場害怕 他的美元部位比較多 對 然後加上說 他股價也整理已久 而且比較好的現象 這個是光股買對不對 他投信外資也都同步買 所以所有人都衝進來買 那股價來講走勢強勢 但漲得不多 像這種個股來講 我就覺得相對可以留意 好 非常感謝明漢哥 今天針對幾個數據告訴大家 美國的確有陷入衰退的危機 但是在其中選舉之前 年底我們的台灣跟美國都要選舉了 選舉行情總不能夠落差 所以可以留意一下台股當中 關股行庫的護盤凋地 包含了華航 利基電 永豐金 紅海 維新跟遠東興 當中的永豐金 還有這個土洋法人同買 是可以比較積極操作的標的 那看到一下 今天台北股市的大多是震盪 可是貴買指數今天在盤中 有拚命的向上來拉抬 是中小型股又有機會了嗎 有一些次族群表現是相對的搶眼 包含了什麼呢 我們蔡總提到 大盤如果要好 下半年業績 待久不得要表態才行 包含了網通IPC 今天在大盤震盪之際 又成為台股的資金避風港了 包含廣基跟盛達都創下了新高 我想問一下蔡總 今天台股這麼慘 逆勢抗疊的次族群被你講到了 包含了有供電 電腦 有網通 還有我們蔡總提前點名的散裝 那再講這個族群 看一下外資今天的賣超排行榜 包含了中信金 國泰永續高股息 月光投控 國泰金 台積電都是賣超 像看過去都是股本很大的股票 是不是現在可能要避開 大股本的這些外資調節標的 中小辛苦 業績好的 比較有機會 外資今天賣超是135億 其實就這個金額來講 我覺得不是頂大的 但是重點我們要從CPI 得到我們策略上如何調整 簡單的來講 就是美國的利率會不斷的提高 到年底的話 可能聯邦基金利率就4% 到明年低劑 可能就來到了4.75% 所以今天的亞洲股市 台灣跟南韓或者中國大陸 都跌得沒有美國股市那麼多 因為我們沒有這麼高的利率的水準 一個壓力 但是我們假如企業是做美國生意的 利率提高 借貸成本提高了以後 會使得終端的需求會下滑 所以我們看今天逆勢的這幾個族群 它都有啟動避險的模式 也就是說我跟美國的這個業務 我跟美國的利率的這個上升 比較沒有關係的 我可以找到另外一個部分 有這一種 其實今天外資買超什麼股票 最值得注意 是2606的玉銘 玉銘你看 因為前面這一個都沒有什麼了不起 京東國的台氣營 或者這個太陽能聯合再生 這過去都買了 玉銘很少買 振興很少買 這兩個才是重點 那這兩個重點 我們直接看K線 2006的玉銘 今天漲了快5% 我們下面放下這個外資 外資在最近並不明顯的 你看有一陣子都幾乎都不穩不穩了 今天開始來買進 那我們估它 因為它上半年EPS就2.4 大概今年一整年4塊 4塊的話本益比不到10倍 老實講本益比不到10倍的股票 比米皆是 重點是它有一個 烏克蘭重建的長期的期待 但是那個太遙遠 短期的話 中國鐵礦砂又開始 第四季是鋼鐵的旺季 搶救爛尾樓 開始回補 所以它有這個市場 這絕對跟美國的利率 跟美國的市場沒有關係 所以我們再回來六公格 你來看一下 今天星星 惠陽 這些散裝輪 你看今天其實大盤是在下半場才拉下影線的 但是你可以看這些股票 在今天幾乎開低以後 很快就拉上來了 開始歡紅 這個我們的觀眾要特別花一個精神 今天什麼股票 很早很早就開始歡紅 再問我告訴一個朱群 歡紅還不了 沒有什麼了不起 還有人創新高 不用直接看8050的廣機 8050廣機看K線 直接看K線 創新高 還有一個只要Only One 那就也不行 6245的利端 利端今天盤中還一度攻漲停 創新高 對 所以這個族群起碼就有兩檔會創新高 IPC 對 為什麼 IPC就是解封 其實大家可以看那個 8月CPI的那個組成 你可以發現汽油下來 但是其他的醫療 房租 那個新車的銷售 交通 交通運輸 這些都是上來 就是大家跑出去 對 跑出去 所以這個就顯然 他有新的商機 解封 在我們看最後一個族群的話 這是網通 盛達 藥燈 當然藥燈這個比較是 有點低軌衛星的題材 但盛達這個就比較 是真的 3027的這個盛達 這個走勢 創下新高 所以今天大跌 也有人創新高 那有沒有想清楚 今天能創新高的股票 是不是上漲比較沒有壓力 是 那接下來除非大盤又大跌 否則這些股票很容易就脫穎而出 好 蔡總講的不受到美國連續升息的打擊 包含了散裝的星星還有玉米他們有未來 烏克蘭戰士露出曙光 重建利多還有大陸目前鐵礦砂價格 網上需求帶動的影響 短線利多可以來留意了 另外IPC跟網通族群受惠的解封跟缺料緩解 也不受到庫存的打擾 今天創高了 後續有可能還有更強的成長動能 不過聊到這盒大劍士 可能都被台股大跌給干擾 大家都忘記它了 為什麼呢 今天是很重要 半導體的盛世 Semi的大展正式的展出 半導體展今天登場規模空前 據說這個參展的人逛的人 滿道走廊去密密麻麻的都看不到這個路 那國際半導體展今天登場 Semi說台灣設備市場今年充300億元 而且台灣的半導體設備跟材料市場 會連續兩年奪冠 儘管全球半導體面臨四大挑戰 可是Semi認為 明年會成長 只可惜成長幅度縮小 但是還好沒衰退 大家都關心了 明天好重要 台積電要來除息了 有沒有機會在線秒填息呢 在除息前 台積電今天是跌滿多的 我是希望 剛才看到美期終算直穩了 很期待台積電明天可以秒填息 好歹給市場多一點人的信心 那聯電部分我就想問 今天有利多 說要搶攻航台的商機 怎麼會沒辦法去 要看它的營收佔比多少 其實我們如果說先來看台電的部分的話 因為你看台電的話 一定要從半導體開始看 那半導體的部分 現在有半導體展 其實盛況空前你知道嗎 每年半導體展開展的時候 其實半導體股的表現都會很不錯 對 而且那個攤位是擺到 已經擺到走廊上去了 對 那擺到走上去的話 你只要聽過的半導體廠全部都來了 大咖都來了 而且又有一些新技術 你說像是AI的部分 像中央店也有推什麼 推無人機的送貨服務 對 那個你操作人員 只要那個輸入 時間 我們節目有講過 飛機怎麼樣 這個無人機就會自動幫你把貨送過去 送完之後再自己把它飛回來 也就是這個是AI的技術 除了這個以外還有什麼 還有那個Mini LED Mini LED我們以前看都是平面對不對 平面後來進步到變曲面 現在是圓柱體 所以裡面那個是畫面 那不是真的啤酒 對 那個就是LED Mini LED它做成什麼 做成圓柱狀了 對 而且是可以客製化的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畫面非常漂亮 而且它是不會發熱的 也就是說這個地方 其實半導體展 其實像剛剛明群講到的 有一些新的技術 而且如果說以這部分來看 就是什麼 就是雖然說對明年的景氣 大家都很擔心 但是他說什麼 他說明年還是成長 只是成長幅度沒有那麼大 成長幅度沒有那麼大的話 就是看2024年 那看2024年的話 像明群也講到 其實這個部分 過去的部分 其實都只要展覽 然後半導體就會漲 今天呢 今天怎麼 怎麼會跌 大盤不好 大盤就不好 沒辦法 像剛剛我們講的 整個總體經的部分就是 你外資如果要賣的話 你會先賣誰 來賣台育店 那台育店 對 明天要除息沒錯 其實除息應該是有機會 我個人認為 應該是有機會可以秒天息 你覺得有機會 是因為今天有先跌過嗎 說真的 秒天息之後 你說他要大漲特漲 然後呢 對 秒天息之後 他也不太會漲 就是可能就是在那邊 待福宅成 為什麼 他 我剛剛算了一下 2.75對不對 一年配11塊 11塊的話除以這個480 那利息才2.3 對 2.3的話 你現在那個公債持續到多少 3.5去 也就是說現在一直伸的情況之下 對於退休基金來說 就國外的退休基金 我根本不用賣台電 所以他說什麼 他就純銀行 純銀行利息就比你高了 所以現在在秤的是什麼 在秤都是看成長性的 但成長性偏偏這兩年不會成長 要等到2024 明年就是會比較成長趨緩 對 他可能會比較辛苦一點 但是你說台電不漲 他的供應鏈是全部都躺平嗎 或是說連電那部分也不漲嗎 可是鍾玲哥 有日系萬一支說550調到645耶 這個喔 看看就好 我跟妳講 不是 法人看法 基本上不是看明天 不是看下個月 看6個月到12個月 12個月 對 所以看得很長的 看得很長的 看這麼長的情況之下 他還可以隨時修正 所以如果說以台電的部分來看 我個人認為就是 當然苗田錫有機會 那苗田錫有機會的話 當然是後面展覽載程 但是他也不容易 短時間之間也不容易破底 但第一個就是 國安這邊有在互盤 再來如果說以這邊 你去這邊有一個多方轉折 你知道嗎 這邊 因為這根黑黑棒灌下來 它是有量的 有量灌下來 它沒有死掉 它又被收掉代表什麼 代表其實就是一個轉折出來 而且那個轉折出來的時間點 剛好就7月13號 就國安收到戶盤的隔天 所以他現在這邊 為什麼他沒有跌破 其實就是差不多這個意思 國安地板在這邊 對 國安地板在那邊 那如果說你看聯電的話 其實聯電 因為它是成熟製程的 它跟台電 先進製程比較不一樣 其實我個人認為 你聯電的話 你看的話 你可能要用殖利率的角度去看它 聯電用殖利率角度來看它 因為它已經不太會成長了 我們想一下這個新聞面 因為今天是講說 聯電跟美商要推出22奈米 有一個這個STT新款的記憶體 要來搶攻航太的商機 他說這個記憶體是 自旋磁性記憶體 主要是用在航太的領域 那就是說這個記憶體 它可能造成比較少的延遲 跟比較低的效能 就算斷電之後 也可以保持資料的革命 對 反正就是 應該說就是它不會漏電 對 然後它的耗能比較低 對 斷電之後它的資料是不會消失的 但是其實這個是新聞對不對 對啊 它到底量產或是說 佔它營收規模十幾%了沒有 其實都還沒有 可能還是未知數 對 還是未知數 也就是就算有 其實在目前的營收比例都很低 那都很低的話 我剛剛是不是講說 你要看它的 你要從它的殖利率角度去看對不對 對 為什麼 因為現在對於聯電 承投資料部分來看 大家還是擔心什麼 擔心明年供過於求 29座金融廠落成之後 可能供給就大於需求 供給大於需求的話 你不抵就不錯了 對 而且如果說你看這個覆案 之前是不是聯電都 就長期在十幾塊對不對 對 我們回到剛剛那個配息的部分 好 聯電之前長期在十幾二十塊 主要就是什麼 就是它差不多維持5%的殖利率 對 就很穩定這樣 對 很穩定 而且它過去你可以看 就是比如說賺0.79配0.7 賺0.58 它還多配你一分錢 它的配息率很高 對 它的狀況就是 在過去景點就是賺多少 我全部都配給你 那這幾年剛好是有一些 擴廠的需求嘛 擴廠需求的話 所以有一些就是資本製作部分 它拿下來了 今年差不多賺六塊 但是現在今年賺六塊 明年可能配個四塊左右對不對 但是現在反而在看說 你今年賺六塊 明年可能只剩四塊錢 那剩四塊的話 其實配息可能又回到這邊 那你趨勢如果向下的話 因為公共有需求的話 可能後面又回到這邊 所以為什麼它停在 那個四十塊這邊不太會動 就是它以後配息 可能就是可能配個兩塊三塊 殖利率可能就停在 5% 6%左右 就是剛剛過去的 這個殖利率差不多的水準 對 沒錯 就是差不多5%左右 所以它就變卡在這邊 所以如果說理念的話 其實說真的 如果說你是屬於 積極型的投資人的話 其實短時間之內 其實已經不太好操作 可能不太會動 好 那如果說你要看的話 可能要看先進製成的部分 那先進製成如果說以台電 部分來看的話 像剛剛那個明看有講到 加燈了對不對 非常好的公司 但是以台電先進製成 三奈米的部分來講 我認為還有另外兩家公司 你可以看 一家要新城 一家要商品 對 這兩家 其實你看那個走法 半導體很多都不太動對不對 但是這兩家 狂衝 怎麼會這樣子 因為他們都是三奈米的 而且成長輸都很快 像這個今年可以賺20 20塊左右 明年可以賺到25塊 像這個你看它第一季 第一季三半年賺加一家 差不多一塊半左右 一塊半左右 怎麼股價兩百多了 因為它今年下半年 剛好開始往上衝 營收暴衝 今年三百年一塊半 今年搞不好可以賺6塊多 明年吃幾塊 所以成長性非常大 20倍本一比 所以像這幾隻股票 我都可以留意 投信部分好像也是有在做 對 而且投信基本上 像這個加燈是買最多的 是有機會作章 其他這兩支當然投信也有做 如果說以上米來講的話 上米是外資買很多 那個外資應該是壽賢這邊 所以就是壽賢這邊 基本上有在看這兩支 我認為我還是可以留意 如果說以檢測部分來 因為像今天那個 半導體這邊在推的 在半導體展開始在推 就是有三代 那個第三代半導體對不對 對 那第三代半導體 最近有一支股票很強 而且投信是一直在買的 外資也在買 就是什麼 就是檢測的部分 像什麼宜特 芝麻 或是紅康 這些都檢測部分 其實一樣我們來看 你看那個走法 有沒有發覺 跟大盤不太一樣 大盤是 大家很擔心破底 但是這股票怎麼是 這方向是往上的 那方向往上的話 如果要看的話 當然如果說 錢夠的話 三支隨便你挑一支 因為都會漲 都會漲 但是如果說你要挑一支的話 其實我個人認為 紅康地表最強 最大的檢測公司就是它 對 所以我認為一樣 對 就是那個 目前地表最大 所以我認為如果要看的話 可以先看這一支 好 智障各股 我們昨天當中 節目當中 我們介入明漢哥也有把它講到 紅康的部分 大家的共識都很高 那看到的是蓋廠股呢 宗寧哥 蓋廠股如果說台積電 目前蓋廠的進度 沒有改變的話 那設備股你會覺得 就沒機會 會不會也是有機會 應該說 我們剛剛是不是講了 那個限定制程的部分對不對 比如說像光照合 或是說特殊器的公司 那個都屬於什麼 耗材對不對 耗材就是我用完之後 比如說像那個光照合 我要一直在買 對 一直在買 兩年可能弄壞 那個不行了 就再買新的嘛 他們是屬於耗材 會一直用下去的 但它屬於蓋廠的部分 就怎麼樣 蓋廠部分就是 我廠蓋完了 蓋完了 其實應該這麼講 最簡單講就是 他們是幫台積電 蓋廠的營建股 我廠蓋完之後 後面可能就沒有我的事情了 所以你可以發覺 雖然說最近都有漲 但是如果說 你把格局整個拉開的話 你會發覺 這個格局拉開 沒什麼叮噹 雖然說他們都說什麼 在手訂單非常多 但是其實整個大格局 都是在什麼 大部分都是 有點隨波 載載載成 你說它會跌 它也不太會跌 會漲也不太會跌 就是在那邊撐著 所以如果說像那股票 有彈起來的話 我個人認為有彈起來的話 你可以稍微換股 如果說你做最弱 換到剛才講的比較強勢的檢測 對 檢測或是說 那個先進資產三大米的部分 如果說像真的很弱的破底的 說真的破底的 我是認為真的要處理 比如說像那個破底的 最明顯就是什麼 就是那個 大阪三雄 大阪三雄 很難說的 這個不是前幾天破底 就是今天破底 那破底的話 其實他們方向怎麼樣 應該這麼講 比大盤弱的股票都要做處理 大盤還沒破底對不對 你大盤還沒破底 你股票已經先破底的代表 你比大盤弱 比大盤弱一定有問題 一定有人在賣 所以像這個方向都已經怎麼樣 這個均線怎麼全部都往下的 往下其實我的看法是 如果說我反彈的話 他們如果說有彈起來的話 其實找強勢股票去換股 可能會稍微好一點 好 非常感謝 中立哥經驗政隊的 半導體相關族群所做的觀察